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下一个七夕 下下一个七夕 我们亦可如此伤心 年年汇聚 星相看似万变 但其中亦有其规律 譬如牵牛之女 雀桥相会 我听闻 每逢七夕 便有人听情观星 以许其愿 如今 我心中亦有一愿 但我不许于星辰 却想许于你 过去的日子 你我之间 多有误会下戏 我许愿往后诸年 彼此可坦诚以待 再不相瞒 或许 我们也可以结伴而行 一起看遍这世间各处的星辰 本宫自小便听过不少关于七夕的传说 可惜对月川真非我志向 生于皇室 他也不能成为我的志向 但这世间 建功立业是为理想 切牛之女亦是理想 本宫无法选择 却愿你此生可不受拘束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乖徒 你相信关于七夕的传说吗 今夜星斗密布 宛如银河 却有雀桥之感 与我而言 传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听的人怀着何种心情 你若是相信 它便真实存在 如同与你注定的相遇 为师深信不疑 听得这么专注 看来你很喜欢七夕的典故 小时候 也有人为我讲过这个故事 不过那时候心静年幼 只奇怪为何这样一个故事能千古流传 现在看来 想必是这故事寄托了太多人间的愿景 久别重逢 实在是人生心事 正如从前男朋友一别 未曾想到今时今月 还能听到你唤我芸汐先生 相传美到兮兮 牛郎和织女都在雀桥相会 相逢本是常事 可一旦赋予期盼 便有了不同的含义 有你陪在我身边 常令我觉得安心 大概是你给予的亲近感 是他人无法代替的 不如我们也做个约定 每年今日 一处相逢 这样 我便也有了期盼 今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从前我不信书中所言 如今却觉慈浅 我惦念着你 不知你是否同我一半 那就见一面吧 在七夕 于此夜